5月24日,国际领袖基金会在绿亭创制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,宣布成立ILF创业与创新委员会,同时,为即将在6月到8月之间举办的全美亚裔创新创业大赛拉开帷幕。 ILF创业与创新委员会是国际领袖基金会的下属委员会,由Sunwater Group发起组织,专注于支持美国亚裔的创业与创新。 据美国少数族裔商业发展署预测,在不久的将来,少数族裔将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,因此,从现在开始,帮助美国亚裔青少年培养创业与创新意识至关重要,这也是美国各界,包括政府部门当下最关注的热点。 ILF创业与创新委员会的理念是,将创业精神与创新理念相结合,为下一代打开新时代。 新成立的委员会不仅有专家顾问提供的创业经验,辅导下一代企业家,更将提供文本、试听等培训内容,让关注创业与创新的年轻人们受益。 委员会还将通过各种形式支持创业的个人以及团队,包括项目评审建议,搭建项目团队,对接创业启动资金等。 国际领袖基金会ILF的创始人,也是著名美籍华裔政治家,社会活动家,董基玲女士也倒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,并对热心, 社会公益事业的余奈芬女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赞扬。 ILF创业与创新委员会的建立,是首次身为第一代亚裔移民的商业成功人士,尝试与移民二代、三代创业青年之间的公益事业合作。 这个项目受到Sunwater Capital集团创始人余奈芬女士的大力支持。 会后,嘉宾们就与会记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。 会后,嘉宾们就与会记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委员会与创新创业大赛的详细信息,请登陆官方网站或给主办方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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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扬。